教师节是为了感谢老师们的辛劳而设立的节日 虽然这一天不是假日 但学校会有颁奖和进师的活动 学生们会写卡片或送小礼物来表达感谢 让节日充满了温馨的气氛 教师节的由来与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有关 孔子的生日是每年的9月28日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 孔子致力于教育 创立了很多教学方法 像是有教无类和英才师教 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教育 孔子教过很多学生 据说有3000位学生 其中有72位被认为非常优秀 这些学生在各方面都很出色 为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 并且让孔子的教育思想得以传承下去 由于孔子对教育的重大贡献 以及他所展现的教育精神 1952年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制定孔子的生日为教师节 让每年都能纪念 就为伟大的教育者